务必要保护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在国小的部分 我们研制2月14号开学 高雄市出现社区群聚感染 加上国小学头没有施打疫苗 市长陈其迈宣布国小研制2月14号开学 小学生多了一天寒假 但学校防疫准备却没有假期 喷雾车开进校园进行大范围清销 校园中任何一个角落 走廊 楼梯 电梯 还有扶手按钮全都不能错过 因应来势汹汹的Omicron病毒 开学日前的防疫准备如临大敌 高中职以下包含幼儿园的部分 我们会在开学前针对这377所 所有的学校的部分 会做好校园的一个清销的工作 总是不能轻忽这一次的整个大规模 在春假之后的开学 那我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大家在严谨的状况底下 来做好我们防疫的工作 开学前一周学校进入防疫准备周 清销工作一轮又一轮重复进行 连老师们也接棒上场 完成教室的西部清销 课桌椅 窗台 鞋柜 全都仔细擦拭 而学长陈其脉也指派三位副市长前往不同学校 了解防疫准备 从防疫用品是否齐备 到教职员工疫苗施打进度 以及可能派上用场的视讯教学 一一确认 除了上课外 在病毒最容易传染的空间 公共厕所副市长林清榮特别重视 另外开学后 学生集体在校区营养午餐所需要的隔板 还有打菜流程等相关作业 如何加强防疫 学校都依去年的经验 再强化准备 校处也好 我们的卫生站也好 大致上每个人 老师也好 都全部都动员 从校长一直到校处 大家都全部动员 所以我们大概是有信心 我们都提醒学校们 老师能够特别去注意 这几天开学了之后 学生的一些身体状况 也提醒家长们 要特别注意学生的身体不舒服 一有不舒服就不要入校 就怕学生们回到学校上课 一个不小心又让疫情升温 教育局也宣布 只要有一例确诊 就全校停课 学校如果有确诊一例的话 开学之后 如果有确诊一例的话 我们会采取全校停课的措施 学校社团 迎对停止办理跨校或跨县市活动 并且暂缓或延期 办理二月底的秘履及校外教学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谨慎因应疫情变化 就是希望提供安全无余的校园学习环境 谢谢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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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